美帝骑士千万见 嘴子嘴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骑文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谜团 这拜登有印度的亲戚 印度拜登们表示 呃我们不确定 拜登胜选之后万里之外的印度沸腾了 除了他的副手贺锦丽有印度血统 印度媒体呢更是声称拜登在印度也有亲戚 印度时报在9号的时候翻出了一段拜登7年前的演讲 这拜登在首次访问孟买的那次演讲中 公开在印度寻找亲戚 CNBC也表示 拜登当时曾经透露自己在孟买有五个姓 拜登的亲戚 7年前的2013年 拜登还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根据印度媒体的描述 拜登口中的印度亲戚呢指的是一位孟买的居民 拜登在演讲中回忆 这位同样姓拜登的居民在1972年的时候就给自己写过信 说他和拜登有着共同的祖辈 他们都是东印度公司某位员工的后代 然而当时收到信的拜登刚刚当选参议员 忙得不可开交 也无法继续跟进这一消息 2015年的时候 拜登在另一次演讲中再次提及了自己的印度亲戚 他说自己的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 名叫乔治·拜登 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船长一职 后来呢在印度订了居 还娶了一个印度的妻子 为了救出拜登的亲戚 印度一家名叫盖特豪斯的外交智库 查了查乔治·拜登的底细 但是呢一无所获 这家机构表示 尽管没有查到这位乔治·拜登的记录 但是另外两个姓拜登的人 的确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过船长 分别叫做克里斯托弗·拜登 以及威廉·拜登 克里斯托弗·拜登200年前写的一本书 成了印度学者考古的重点 但有的印度学者认为 克里斯托弗·拜登与当今的拜登没有联系 因为前者并没有和印度人成婚 还有人坚持认为 虽然呀没有记录 但是拜登口中的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 乔治·拜登一定存在在某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拜登在印度真的有亲戚吗 CNBC找到了居住在印度的拜登们 不过他们的说法和印度媒体的说法有点出入 根据印度媒体的说法 拜登表示自己是在1972年收到的信件 但是呢居住在印度纳格普尔的伊恩·拜登回忆 这一时间似乎是错误的 应该是1981年 伊恩这样说道 他住在孟买的外祖父 莱斯利·拜登 在一份画报上发现了拜登的名字 并在当年给拜登写过一封信 莱斯利在信中提及了祖辈约翰·拜登 并介绍说约翰·拜登和妻子安妮·伯蒙特 共生了六个孩子 两周之后 莱斯利收到了拜登的回信 至今为止呀 伊恩一家还保存着这封信件 伊恩说 拜登在回信中感谢了莱斯利的来信 对自己在印度的远方亲戚表达了兴趣 两人还在信中承诺 要保持彼此的联系 然而随后 莱斯利的健康状况突然的恶化 在1983年的时候不幸离世 在莱斯利去世之后 莱斯利一家与拜登的联系便中断了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族给拜登写过信 但我们不会声称自己和拜登有亲戚关系 伊恩这样说道 他们的亲戚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印度、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 但是他们不确定他们是否和拜登有着共同的祖辈 当被问及来自印度和其他地区的拜登夫妇 是否计划一同参加明年1月份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时 伊恩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伊恩表示 媒体的报道引发了诸多的猜测 而这些说法都是他们从未说过的 他们的家族就此事进行了内部的交流 希望能够澄清一些事实 而至于去不去拜登的就职典礼 伊恩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伊恩的妹妹索尼亚也表示 作为和拜登拥有一样信誓的人 他们并不想过度的高调 索尼亚认为 媒体的报道有些扭曲了事实 他们虽然可能通过祖辈 跟拜登联系在一起 但是他们并不想这么做 索尼亚说道 我们不想生活在聚光灯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丰富背景 第二条 今日份最有趣 美队幽默回应撞脸拜登 可以翻拍天生一对了 最近呀 我又再重新看复仇者联盟寺终局之战 在被Sam的On Your Left搞到寒毛植树以后 突然发现 诶 这老去的美队怎么跟拜登就这么像 显然我不是一个人 吃瓜群众们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而且已经开启了他们无限的脑洞 做出了各式各样的猜想 有人这么说 剧情是美队对特朗普极度厌恶 所以穿越到过去等到了现在 就是为了改变身份以击败特朗普 这才是复仇者联盟寺的真正结局 还有人这么说 原来今年漫威上映的是美国队长4权力游戏 更有人精确总结 我终于知道美队回到过去的真实原因了 有吃瓜群众在推特 at了美队的扮演者克里斯艾文斯 问他敢不敢用老年美队的扮相去采访拜登 克里斯艾文斯幽默的回应 我已经开始写天生一对翻拍版的剧本了 这天生一对是1998年的美国电影 讲述的是两个小女孩在夏令营中相识 她们的相貌惊人的相似 后来发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双胞胎姐妹 第三条 今日份最烦恼 21岁模特被交友网站封号 只因为长得太漂亮 频繁被冒充 这年头长得太好看 也是烦恼多多 据英国《静报》10号报道 大美并有一名21岁的大美女模特 叫做卢娜贝娜 她说自己因为太有魅力 而被交友平台Tinder封号 据了解 来自大佛州的卢娜 2017年在Tinder上注册 想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不久之后 她就收到了大量的匹配请求 有人开始给她送礼物 送钱 甚至还有人直接求婚 卢娜这样说道 我是在三年前开始使用这款社交软件的 期间收到了很多奇怪而且愚蠢的信息 有人向我求婚 甚至如果我同意和他们见面就给我钱 不过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 报道中说 由于卢娜的照片太受欢迎 以至于被一些人盗用 从而创建了冒充的账号 为此 这个交友网站封禁了卢娜本人的账号 卢娜表示 有时会有人威胁我 说我太漂亮了 人们盗走我的照片 用我的照片赚钱 建立冒充账号 当有人窃取我的照片 并创建虚假资料时 我真的很失望 不过 卢娜被封号的真正原因是 这个交友平台自己无法分清楚 它的真实账号和冒充账号 卢娜补充说 确实是这样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在创建虚假的账号 每当我注册一个合法的账号 我就会被人举报 他们就会关停我的账号 甚至还有人在脸书上伪造我的账户 现在那个账户已经有几千名粉丝了 我只是需要不断提醒自己 我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 但对卢娜来说 幸运的是 她在这款交友软件上 已经找到了自己满意的男朋友 她高兴的说道 就在封号之前呢 我在听得上认识了我的新男友 就是我现在的另一半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 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 刀必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然后希望回 Boulevard 小双